哈囉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康乃欣 DIY康乃欣 因為快要到母親節 對,因為快要到母親節了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些 自己手做的康乃欣送給我們 偉大的母親喔 對 那他後面有一個介紹 就是說康乃欣要怎麼製作 那我們來做給大家看看囉 好,開始 高高 我幫你拿出來 這個,不要吐到 好,他裡面的內容物 就是這個鐵絲 欸欸欸 小心喔,還有這個紙 這個紙他已經是 幫我們折,有那個折痕折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只要照著他的 折痕折就好 來,這裡有很多張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大把 花出來 然後這個是那個 邊邊的 綠色的花邊 好,我們要開始製作囉 哥哥 首先第一步呢,我們要選 六張宣指 然後把它對齊疊好 這樣看起來這個 花瓣就很有分量喔 然後接著依照他給你的 橫的壓線 折成扇子狀的長條 要對齊喔 好 這有折線其實就已經蠻好的 蠻好的去對折,對折成扇子狀 然後接著呢 用一個綠鐵絲將紙條 中間捆綁住 好,那這個鐵絲的部分 是纏繞的 原本這個鐵絲這樣凹一下 好,小心喔 這鐵絲比較有點難熬 好,接著 第四個步驟呢 是將花瓣一層一層的朝中間 慢慢向上翻起 翻完後 花朵的部分就可以完成囉 一層一層翻起來 哇,有花瓣的感覺了耶 將一層一層掰開 然後再往上抽 所以他一開始那個六層疊起來 將一層一層掰起來 就很好看了 就很有康懶性的感覺 就皺皺的這樣 自然 好,那我們的 花瓣這邊掰好之後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粉紅 然後再搭一個 中間這個桃紅色的概念 綠葉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會發一個綠色花托 花托就是這個 它有兩面 要把光滑那一面朝外 環繞於花瓣鐵絲的交接處 應該先用這個 先把它的花邊用好 沾一點膠水 鋸齒狀的地方不用上 它就是要襯托這個花的部分 所以把下面的部分黏好 上好膠 然後 先黏花底這邊 好 有這個效果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再用那個 花邊去把它圍繞起來 OK,那我們第一朵 湯奶芹就完成囉 這個花做好了之後 那我們 後面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趕快把它完成囉 然後最後把它用成一個花束喔 我們的DIY抗奶芹 做好 哇 哇 好漂亮喔 它一層一層疊起來 其實 不只要 不只照它指示 其實你超過六層以上 七八層九層都可以 它這樣的話 它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花做好了 那支寶 這個漂亮的康奶芹 要送給誰呢 媽媽 好,來給媽媽 好 支寶要說什麼 媽媽 媽媽愛你 愛你喔 還有呢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媽媽有收到 支寶送妳的康奶芹嗎 有喔 超級開心的 謝謝我的寶貝們喔 好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囉 謝謝大家 拜拜 說拜拜 拜拜 祝大家 拜拜